这些明星孩子小明起的都非常好听,但是他们的大名比小明更好听。 自从看个爸爸去哪儿和其他小孩类的综艺节目,我们开始逐渐了喜欢明星们的孩子们,他们天真、活泼、高笑的表演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欢声笑语。 这些小明星的小名字起的都非常有意思,但是你们知道他们的大名都叫什么吗? 迪小鹏的乖女儿小名叫奥莉,这小名可是相当的扬起,她迪的大名叫李辛琪,她的妈妈名字叫李安琪,母女俩的名字就差一个字呢。 杜江合伙思艳的儿子的小名相当霸气,叫恩亨大王,这么一个可爱的小蝙蝙叫恩亨大王是不很有意思呢? 她的大名叫杜宇琪,李小鹏和贾乃亮的女儿的小名叫甜心,甜心从小就比较与表演天赋配上她这个小名真是很可爱的呢。 她的大名叫做贾乃亮的小蝙蝙,话说小甜心现在真是女大十八变月变月好看了呢。 赵薇的闺女儿小蝙蝙,估计这个小名应该有些含义吧? 她的大名叫黄鑫,很简单的一个名字。 小四月可真是遗传了赵薇的大眼睛,现越来越好看了。 沙蝙蝙的两个儿子,哥哥叫安吉,弟弟叫小鱼儿,安吉的大名叫沙俊博,小鱼儿的大名叫沙俊梁。 两个孩子长得都是分得帅气。 邓超和孙力有脸的孩子,哥哥小鸣叫等等大名叫邓寒之,妹妹的小鸣叫小花大名叫邓寒一,这连个名字都相当的有文艺范呢。 话说等等和小花有这么逗乐的爸爸是不一天都老看心了哈哈。 陈小春和英彩儿的儿子小名叫Jasper,他自从上了爸爸去哪儿可是圈粉无数,陈小春也因为儿子也在活了一次,就连身价都翻了好几倍的呢。 小Jasper大名叫陈敏杰,这个名字看着就复杂难写,不知道小春春以后在签名的时候是签小名的呢还是大名的哈哈。 你们是不是觉得这些小明星大名比小名好听呢?这几位小童星